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半而已 OK 第三天我们回来就讲讲最近的新闻大家可能是没有关心 但这件事是牵涉到台湾的防务非常重要的 因为看到蔡英文政府呢 他现在为求挂拢 无所包容奇极 等什么来呢 OK 去片 谢谢大家 谢谢 陆军副司令陈宝瑜接任副参谋总长执行官 我想国防自主一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在负责这方面 不论是海军的李启明出任参谋总长 或者是中科院院长来接任军备副部长等等 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对国建国造 这样国防自主的目标是很清楚的 他的意志要透过这个官位分封的方式来说行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反对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提醒蔡总统 这个整个部队的士气 绝对不是只有军备而已 也不是只有武器而已 军队士气的带领 有赖三军统帅们的以身作者 江启臣讲到这句话是很对的 整个人事大半风是摆明一样东西 蔡英文政府是利用这些事因 就提拔他自己的人 其实这一招的中国人明确都是这样的 李登辉如是习近平也是这样 但是这个问题最主要是出在哪里呢 刚才看到一个文官 中科院的一个研究人员 研究科技的 去出任这个军备部 这件事是摆明一件事了 就是说未来 台湾的所谓国防自主 国防自主自己国舰自造 起船艇、起航母舰 今天也都签了 做飞机等等 我们看到未来台湾 如果想着移民那一站 那个税制、税务 一定是千方百计去加你 因为大家看到了 一个做武器一个做工程一定浪费 而且这些做航母舰 做潜艇更加浪费 浪费羊毛永远出在羊身上 不会出在你和我身上 做完你不知何时有回报 没错 十年、二十年都可以 你记不记得当年的尹清风命案 尹清风命案 就是当年90年代 在法国购兰那件事 牵涉巨额回购 买了八只拉法越南 牵涉回购了百亿台币 结果有人想去查 无端端叫尹清风人死了 因为你阻人发弹 凡你牵涉这些军备那些东西 台湾是相当大的黑幕 多数都是A钱 相当的黑幕 你坐到那个位置 你不A钱行雷劈 你两张时代 他当然不敢A 你中英国多严 小小贪污 尤其是军方 抄家滅足 小张很严 这些东西当然不敢动 但一落到李登辉 什么时候 所以台联为何那么有钱 当然有原因 也不是你 或者当时国民党 大把水 还不禁你 因为国民党 尤其是这几个 大家看到 蔡英文是重点提拔海军 为什么 这件事由这个 应该说到陈水扁时期 一路打下来 其实海军 不是那么多人出任参谋总长 以前其实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陆军 空军 海军 陆军 空军 轮替的参谋总长 大家公平 每个军种 两张时代是这样 但在李登辉之后 就编辑了在空军那里 出任了几任的参谋总长 都是空军那里 他拉拢了海军 对 问题是 谁做参总 哪个军种 资源当然是多些 这是必然的 现在要搞国艦自造 当然是提拔海军总长 海军上将出任参谋总长 用海军的思维 没有坏的就看电影了 现在是看到的 你找个未大军人去管军队 兵不知将 将不知兵 老实说 下面的人 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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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情况 昨天刚刚出了一个民调 两个民调同时公布 一个黄金平 一个黄金平 一个红秀署竞选 第一张图 黄金平办公室 第一个民调一旦出来 这个调查时间 4月1日到4月10日 两个调查都是这样 抽样的人数是1033人 1033人 好 结果 柱柱姐呢 就35%大头 嗯 但第二名呢 就是吳敦尔 32% 第三名呢 就是黄龙斌 9% 差那么远 最初和阿峰姐说 黄龙斌怎么会很接近 柱姐 分了柱姐这票 我说不会 你放心 我一注推下去 站在柱姐那里 我也是落重处 不过我怕 不用怕 你怕就不会赢那么多 第二张图 好 下一张是红秀署 红秀署办公室做的 但当然 柱姐高一点 45%肯定 不准宜没有变 一样是30% 但黄龙斌动了一点 10% 其他三个是陪跑的 老实说加起来 每个都不要紧 每个都不要紧 大家除了一条数 他们三个 各佔 就是三个 评分那20% 其中尖啟然高一点 好 回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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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图 大家 首先挺红的人士 我们也是 杰柱粉 杰柱粉 大家不要沾沾自起 看民调 在台湾 一定要看哪个机构做的 好像刚才红秀柱做的机构 我首先打了折扣 看起来 黄金平办公室做的 那就可信 差不多 但有个问题 有个问题 是什么呢 4月1日到4月10日做的 就是说 那个联储 还未折扣 就是这样去做出来的 现在要看第二份民调 你才准硬 这个民调 有没有图给我看看 跟着那张图 现在那个联储 18日 因为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刚刚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就截止我们 不知道有多少人报 现在今时今日 中国国民党有下党员 就有47.8千 6个候选人 竟然提交了721,582张 这么厉害的 拗了头 凸了一张 大概一倍 第二张图 删除重复联储 当然有重复联储 一定有 总合格率 就只有186,497份 即是由47万跌回 七十几万 合格率只有这么多 即是没有了30万 哎呀大哥 不合格率是75% 合格率只有25.85% 水份怎么来 稍后我会讲 好 接着那张 好了 联储就出来了 好了 提名人最多是什么 提交表格最多的 吴敦仪 提交22万份 合格率也是最高的 不是 韓国瑜是 韓国瑜最高的 34% 第二就是吴敦仪 合格率最高 票数最高 有效提名最高 接着尖啟义 托隆班 红瘦署最后就是 潘维刚 是的 红瘦署 已经是尾尔 只有28,000多 24,878 好了 看这张图有什么 显示呢 我解释给大家 回来坐 这个图的问题 很多人不懂 就一天出来 喂 吴敦仪有6万多 合格加 红瘦署只有2万多 喂 还不支持 停五 我们那天 在香港做社会 那些 原先抱着 阿柱很珍艺的主委 在现场 好像吃了过期春药 那样 不得意当圈 当圈 结果没有什么人答应 因为我替他尴尬 所以有时 男人手短是吃人嘴软 收到人好处 老实说 你喝奶的力量 看大体的时势 待会再说 这个图 为什么 阿柱姐 只跌了二十多万 合资的提名 阿峰姐 你懂不懂解释 有重叠了联署 还有 每个人递联署的时间都不同 他处理期间 譬如说 A军联署了 红瘦署先 但是 递上去的时候 吴敦二又抄了他的名字上去 自然篩了红瘦署A的联署 就导致红瘦署 整体的联署急下降 联署 我经常说阿峰仔 跟着四哥哥来 我都敢说 年轻一半说台湾 他真是数一数二 是差过四哥哥少少 就是这样捧自己 真的 这一针见他说出来 第二件事是什么 吴敦二他用旧式的方法 他用装脚绑装 譬如说 你是四哥哥分布的 那你下面二三十个人 写了名字 提了名字 全部都吴敦二 但是吴敦二 立了四个歌 好像听说有价钱 听说的 林宝传说 是 听说有价钱 听说十来二十万 那我就 那份党员明冊在我那里 抄 那份明冊一夜 都给吴敦二 那你那三十个提名 就全部重叠 是啊 大家明白吗 所以 一交了表 他说这些提名 他知道这些提名 五十几个人完全不行 他的目的就是 拖死洪秀署的提名人数 所以洪秀署的有效的提名 只剩二万多个那么少 就是这样 而且行政上 你怎样都有先后次去处理的联署 没错 所以如果他处理吴敦二的话 那自然洪秀署 他重叠了那些就细走 这件事 就马上处理 出来后马上开记者会 就立刻澄清 还有联署 真的提名 真的投票 香港试过 联署就争取得很多 真的提名都是事务 全入 三百多 真的有些不同 大家要想这个游戏规则 还有 因为这个是4月18日 刚才的调查 民调 就是4月1日到4月10日 就未出这个 有多久了 现在来到这个民调 就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看到一些端倪 所以说 由现在开始 你开始去看 摸索它 但现在出了 刚才那个民调出来 就有一个效应出来 因为原先大家认为 康隆斌应该和洪秀署咬得很紧 因为你 佩原重叠到和国庆那边 大家看现在抹开了 一抹开了之后 现在摆明的一件事 是 吴敦尔斗 和洪秀署 大家都争 一轮投票 就过半 就赢了 刚才你说的效应 就是所谓的机构效应 因为出了民调之后 其实多数是西瓜靠大便 要不就红是 要不就不是 所以 康隆斌 知不知道 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 一定变成 西瓜靠大便 就变成 气泡效应 那些票 就侧内各有所好 其中各有所好 郭隆斌的票 就落下柱子 知不知道 这些票落下柱子 韩国瑜和潘维刚的票 是跌到吴敦尔道 因为怎样解释呢 我刚才说的 好像潘维刚的名不见经主 我敢说香港的党员 包括我们本部的主委 就是 这些老人家的主委 潘维刚是谁 他都说不出 韩国瑜是谁都说不出 他上届做立委 你们知不知道 是的 和红细术争争的库演章 你也知不知道 但是很老实说 这个是嘉义出身的人 台北的选民 台北的选民 只有四万多 四万多 大家都十万年处 他自己本身在台北的区 台北选民只有四万五 他竟然拿到 党员 超过四万 四万七 你已经完全解释了 是什么一回事 为什么他出来 那你明白了 现在完全明白了 完全明白了 是不是 你不用拗了 好了 又说回 这个选举 过去这个星期六 星期日 因为小小哥 僥倖被下柱子 点中了 我是负责 这个 香港地区的顧问 就是帮他做一个统筹 就是统筹 就是帮手去谷选票 给他意见 如何去推广 多吸引票 我们在星期六 就搞了一个活动 就是当天倒塌五早出去 很难得 值得的 各个分部都有同志 出来接他 加上我们的书法大家 写下这几个字 好 第二张照片 吴玉仁先生 很年轻 总管事 现年只有四十二岁 我都说我坎头埋牢 香港还是万岁万万岁的主委大人 现在四十几岁 已经做完了 或者下回来了 现在做了总管事 他就是大学教授 对了 大家很不好意思 很专业的影响 好 第三张图 这个我是主持的 说明会的活动 那时候的情况 第四张图 好了 这个完结之后 就跟我们一群年轻的才俊 拍照 好 第五张图 这个是女卿位 这个我跟着去郑安国 这个是星期日的 不喜欢星期日的 吴玉仁的座谈会 好 跟着 跟着 他出事人数也不少 但是他就比较上传统式的 就是教授讲课式的 去做了说明 セミナー 类似 就是有少少距离 OK 跟着下一张图 为什么要支持洪秀署 洪秀署说得很清楚 他说 秀署不然再有任何年轻人 懷着满康熱血与抱负 却遇到任意修改的规定 因人设事的制度 因巡狗扯的垂閘 成为年轻人开创未来的阻碍 我们不愿再有人 有人 因为年轻 还有机会的理由 被劝退 不愿再有人 因为选前任意修改的制度 被淘汰 被替换 被替换 替换 OK 外国人士 外国少 我们叫他 大佬 担着我 你侮辱主委 大佬 在威权时期 侮辱元首 动摇各本 你快点开除 社会国党籍 我现在等你开除 快点 应该做 马上做 立刻做 我在等你 真的 免得说 在两个会里面 比我的感觉最大 是什么问题 主席就很贴近一些 文情去说一些年轻人出路 正如我自己所说的 基层与权贵之间的恶斗 而在吴敦仪的说明会 说得最糟糕一点 他没有说明几件事 他强调说 吴敦仪能够带领我们回去 2018年 2020年 包括我们的元朗区议员 麦叶成先生 他说 红兽主做多 新党化 麦叶成 我在这里开你的名 开你的名 你真是一世做一个区议员 做不到立法区议员 是没有原因 因为你的识见问题 什么叫新党化 新党化就是 一些有才俊的人出走 之后 他们原本是算得到的 全部很多位 但是慢慢 因为路线问题 慢慢 值次开始少了 到现在 好像所谓的新党化 新党只剩下几个地方 他提倡什么新党 你差坏了我 中山精神 新党和国民党最主要分别是一点 大家都支持统一 对不对 新党是无条件地统一 为中华民国好的就一起统一 即是说 如果今天中国共产党 他正在行一套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 好像义主席所说的 不会再有人因为 你还年轻还有机会 你劝退 这些是老式的思想 老式的思想 红手柱真的不想再有看到这种情况 你看看今天红手柱过来香港的 后一位发言人还在读书 已经是红手柱 红手柱 总部的发言人 一个年轻人 刚才高高大大 呂慶薇先生 一出来 我们很老实说 来到香港 我们当日吃的食物是很寒酸的 三三不尽 长长久久 甚至和香港说是寒酸的梅花餐 老实说 吴总统选人过来 先请香港那些高级干部 中常委那些 吃了一餐 吃了一餐 封富自助餐 然後聽完他們的基層黨員聽完他們講完 競選理念就請大家去吃點心 但他們永遠解決不了一個什麼問題 他們憑什麼說吳敦義如果再接國民黨主席 他們就可以選贏到2018、2020年 即是重掌執政權 但是心想距離2020年還有一些時間 還有一件事今天在國民黨 完全在軍公教退出了校園之外 黨務機構退出軍公教之後 完全沒有了宣傳配套 你上去就被人扔到糾塞 馬英九2008年那8年有版你看 不得意亦想到這個問題 他們就說我們在校內重建黨公制度 你們是不是思維愚蠢到暈 你們要哪些黨公 是不是在十幾二十年前被馬英九炒走了那些黨公 那些電腦什麼都不懂 你們看香港就知道 香港人現在全部在電腦facebook宣傳的 不是以前那種 好像我們的主委很可愛 他們又問我 為什麼沈四海他知道是鄭安國來的 為什麼 為什麼我當然有辦法知道 真的 你不要再用那套封閉消息 然後我拿著消息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真的要睡醒了 沒有得封鎖 沒有得封鎖 都開啟了 OK 我嚴歸正絕 如果洪秀署當選的人 我夠膽就鐵口說 默業平聽著 是新黨重回國民黨化 不是國民黨新黨化 是將新黨去的理念 無條件的理念 將那些精英重新投回國民黨 如果你做得好的 新黨為何要走 因為國民黨的文化還未脫 你脫了那些文化 完全是公平的 給年輕人有機會的 那些人是否回來 就是這些事情 如果你說這樣也不會看 不是 競選總之要有選票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投民建聯 大把票給你 你一定做到立法局議員 為何你不去做 有一個問題就是 距離2020 都還有一段時間 如果民進黨在這段期間 打到你完全沒有機會執政 沒有執政那種能力 到時候怎麼辦 還有一件事你是永遠解釋不到 你說吳敦義這麼厲害 黃金平這麼厲害 你這幫人 為何在去年2016的選舉 國民黨是沒有了381萬票 只是南部續水啟以南下 沒有了158萬票 你先解釋給我聽 說話 你是沒有辦法解釋到話 你憑什麼在這個背景之下 證明吳敦義一上去 那380萬票 南部的158萬票全部回來 你問一下 今天高雄人 吳敦義做過那8年的高雄市長 是這樣做的 為何國民黨不能回去 其實一個答案 馬英九答了你的 為甚麼 緩署 而你自己沒有魄力出來承擔 黨國之力最深厚 從政激烈最深厚的吳敦義先生 你是沒有承擔 所以今天呢 我們都說 民主社會國有所好 千萬不要說 我們是挺住的 他們是挺不住的 他們是甚麼 沒有 國有所好 但是我們是講理論的 現在聽聞有些分佈 就開始扣柱子紅帽 去親共產黨 來吧 來吧 這些叫做無恥到極點 無恥到極點 我跟大家講 香港同志講一句 吳敦義先生和六八九先生私交甚督 這麼厲害 私交甚督 大家知不知 大家不妨問一下 去查一下這方面的資料 難道因為這樣 吳敦義是六八九 派在台灣的前部 挑釁了 大哥 用一下腦子 大家放開說兩雙眼看 即是看看 阿柱姐 當選之後 你這幫挺不住的 經常說 我以前都是支持他的 但他現在沒有能力擔得起 那誰有能力擔得起呢 要你擔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擔呢 還有現在大家不要放眼看 2018、2020的選舉 不要看 讓你想到你都死了 就此我已經講了 大哥整個媒體的 整個公宗教的 是 被綠營捏著 你有什麼辦法乾復 沒有 你上去的 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希望自己上去 自己再刮到筆 走人了 說知道是你了 就是喬偉智 浪費氣了 放下自己的利益 重新找回黨魂 找回黨魂 你站穩去重新培育 用壯欲清 在中層幹部重新 蔣經國先生說過 往年輕人中間去 為什麼今天 這麼多年輕人 投綠營 不投你藍營 是柱姐出來 藍營的年輕人 慢慢回來 是 你再被人走回頭路 我就恭喜賀喜 我寫了一個在這裡 鐵口再說 如果洪秀主做的 民黨還有機會 一線翻身 如果吳敦爾做的 我就阿里吉弟 是 好 不相信嗎 又賭多少 什麼都敢跟你賭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拜拜 經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現在上來這個網址 就可以訂閱我們 北大頻道 付費之後 還可以充滿所有精彩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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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